大家好,我是学员的代表蔡远昌 我记得小时候因为特别喜欢中文这个科目 所以就听了很多跟中文有关的题材 跟读了很多跟中文有关的文章 跟同学们也用中文聊天 不知不觉的中文的程度就自然进步了 自然成绩也好了起来 后来我在学院和硕士都选择读中文系 因为很纯粹的就是喜欢中文 要让孩子们把中文学好 除了要有语言的学习环境之外 也需要给他们提供喜欢中文的机会 这就是学员在教材和教学设计方面奉行的一个宗旨 也就是我和团队的使命感所在 学员的老师致力于教学相长 以学以致用 培养学生的兴趣 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 以提高他们运用中文的能力 小孩的学习动力很多时候 在于给他们创造一个环境来激励他们 任何学习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有浅入深的过程 学习中文意思如此 学员之所以是学员 是因为它是一个成长的花园 小孩们就像剥下的种子一样 在我们共同细心的栽培下茁壮成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学员追求的正是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 而不是一步登天的大爆发 欲数则不达 希望用这句话 与各位父母亲共勉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